大家好,我是妹,炒饭应该每个人都会做 但有的时候剩饭粘在一起,不容易炒 像这样比较粘的米饭应该怎样容易炒,我分享一个小诀窍 在一碗米饭里面打入两个蛋黄 如果米饭比较多,再增加蛋黄的量 把蛋黄和米饭完全搅拌在一起 把米饭都裹上蛋黄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米饭已经不粘在一起了 锅热后倒入适量的油,我用的是葡萄籽油 你也可以用橄榄油或其他的食用油 先炒一下蛋白,然后再炒米饭 炒米饭的油稍微多一点儿 炒米饭的油稍微多一点儿 炒米饭用中火炒两分钟左右 倒入蛋白,翻炒几下 放入适量的海盐 再放点葱花 葱花可以多一点 炒一分钟左右 把葱的香味炒到米饭中 就可以了 这样炒出来的米饭粒粒分明 而且被蛋黄包裹后的米饭非常的香 你也可以在炒的过程中放一些素材丁 这样炒出的米饭也非常好吃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